生命纪第七章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 要得为业之地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 就是赫人 格加沙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强大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净 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连续他们 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的女儿 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 转离不坑重主 去侍奉别神 以至耶和华的怒气 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 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柱像 砍下他们的木偶 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 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你神 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特作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 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 他向你们列祖 所起的事 就用大人的手 领你们出来 从为奴之家 救赎你们脱离 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守约 使慈爱直到千代 向恨他的人 当面报应他们 将他们灭绝 凡恨他的人 必报应他们 绝不迟言 所以你要谨守 遵行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诫命 律例典章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 谨守遵行 耶和华你神 就必照他 向你列祖 所起的事 首曰 诗慈爱 他必爱你 伺服于你 使你人数真多 也必在他 向你列祖 起事应许 给你的地上 伺服于你身 所生的 地所产的 并你的五谷 鲜酒和油 以及牛犊 羊羔 你必蒙福 胜过万民 你们的男女 没有不能生养的 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 耶和华 必使一切的病症 离开你 你所知道 埃及各样的恶极 它不加在你身上 只加在一切 恨你的人身上 耶和华 你神 所要交给你的 一切人民 你要将他们除灭 你也不可顾惜他们 你也不可 侍奉他们的神 因这 必成为 你的网罗 你若心里说 这些国的民 比我更多 我怎能赶出他们呢 你不要惧怕他们 要牢牢纪念 耶和华你神 向法老和埃及全地 所行的事 就是你亲眼 所看见的 大誓言 神迹 奇事 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壁 都是耶和华你神 领你出来 所用的 耶和华你神 必照样 带你所惧怕的 一切人民 并且耶和华你神 必打发黄蜂 飞到他们中间 直到那剩下 而躲藏的人 从你面前灭亡 你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神 在你们中间 是大而可畏的神 耶和华你神 必将这些国的民 从你面前 渐渐赶出 你不可 把他们速速灭尽 恐怕野地的兽 多起来害你 耶和华你神 必将他们交给你 大大的扰乱他们 直到他们灭绝了 又要将他们的君王 交在你手中 你就使他们的名 从天下消灭 必无一人 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 他们雕刻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其上的金银 你不可贪图 也不可收取 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 这原是耶和华你神 所证悟的 可证的物 你不可带进家去 不然 你就成了当毁灭的 与那物一样 你要十分厌恶 十分争贤 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的物质 宝贝